品味事件旅人的生命故事 找回记忆中的幸福滋味 欢迎来到幸福餐桌好时光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餐桌好时光 我是Hannah 那Hannah呢这一周呢刚刚从这个加州回来 其实我上周回加州 因为我知道之前节目曾经跟大家讲过 说我这个月要回加州一趟 那就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呢周末呢丁先生就跟公司请了假 所以我们呢就有四天三夜的时间 算是一个长周末 那就回到了LA回到了南加州 那回去以后呢就很开心 就见到了很多家人啊 那不过这次呢就没有跟任何的朋友做见面 就决定说只有四天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就陪陪家人 那这次回去也很好玩就是 我们就是去了一些比较怀旧的一些路线 比如说呢我们去了外公外婆的这个墓园 然后去那边走一走啊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这个我跟丁先生当时结婚的教堂 在这个Rental PV的这个海边 在这个海岸呢悬崖上面有一间玻璃教堂 又有山又有海很漂亮 那另外那个时候也跟丁先生的家人们就是有一个这个聚餐 那餐桌上面就当然有这个海南人哦 这个海南鸡饭啊 然后呢这个丁先生的这个亲戚还做了这个油拨面 就是带来给大家吃这个手感的油拨面 非常的厉害 那大家呢度过了一个蛮开心的这个四天三夜 然后也是丰收满满的带着一些伴手礼回到了德州 那我上周呢回加州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很明显的物价还有房价飙升非常的多 特别是在每一天去吃饭啊 在外面吃饭买东西的时候 还有加油哦 车子加油的时候 就感受到这个物价上涨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南家只有有八个月了 所以呢八个月来哦 都是第一次回到这个LA 忽然间感受到说 哎当年哦 点的同一间餐厅的这个卤肉饭好了 一碗卤肉饭上面就是白饭盖着卤肉嘛 然后加上一颗这个卤蛋 然后可能一两片的这个腌萝卜 结果没有想到呢 原本一碗差不多五六块钱的卤肉饭 同一间店 然后呢 同一碗 同样的碗 竟然呢 一碗涨价涨到一碗的这个卤肉饭要十块钱 九块九九 基本上就是十块钱了 基本上是翻倍的涨 那当然点了另外像有点什么 什么臭豆腐啊 牛肉面啊这一些 也通通都涨价 甚至是这个臭豆腐 我记得以前点的时候可能是三大块 结果呢 现在呢 这个老板呢算是一种变相性的把这个东西变量变少了 他把豆腐切成小小块的去炸 所以呢炸完了以后你也算不出来说 这拼起来有三大块吗 就是算是一种 大家就是一种涨价啦 除了价格涨 然后呢 原本的分量变少了以外呢 就感受到像油价加油的时候 明显这油价也都全部都超过四块 但是因为我们德州生活的时候 物价还有一些吃饭啊买菜 感受是没有那么强烈 就是那个价位没有忽然间就是 哦 涨这么多 那我这次回加州就觉得 哇 我很明显的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涨价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也让我蛮压抑的是 这一次回加州其实有点难过 那种难过呢 是觉得说确实因为治安变不好了 所以哦 现在好像加州的人本来是很热情的 南加州的人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很热心很热情的 可是因为可能治安不好的关系 加上疫情的关系 所以人和人之间好像似乎有这么一点的防备心吧 就是变得比较冷漠 然后也比较有敌意一点 因为我跟丁先生我们就是这次回去的时候 有到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海边去 然后呢 我们在路边呢 一般以前stop sign遇到车子 大部分状况下 大家都是比较有礼貌的 就是先停先走就彼此礼浪 可是呢 我们这次哦 开车短短一天 就遇到了连续遇到两个车都是很不耐烦的 就是说你停下来要让他走 可是对方走了就算了 他还要骂你 就是脚下车窗顺便骂两句 然后再走 我们其实蛮吓到 想说哇 大家怎么脾气都变得这么的 好像有点暴躁 然后呢 对人之间是比较有敌意的 然后另外呢 也是因为我跟丁先生刚好有一天晚上在路边哦 看到有一台车子没有油了 然后呢 这台车子上面呢 坐着就是一家人 就是妈妈在长着方向盘 然后呢 车上有两个小小孩 那爸爸呢 在车子后面推车 因为车子没油了 那他们只差了一小段距离哦 大概就是那种50公尺之类的 就是一小段距离就到加油站了 那我跟丁先生在路边看见了 我们就想说 哎下车帮忙他好了 一起推那个车 一起把他推到加油站 因为看那爸爸推得很辛苦 那我们准备要下车的时候 车上的家人就是很紧张 就说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下去 如果你下去的话 那现在人很可怕 可能抢劫呀 而且晚上了 就是治安不好 不要下去这样子 那我跟丁先生就看了 那个爸爸觉得他很辛苦啊 所以我们还是把车子停下来 然后下去帮忙他推车 然后推的时候呢 路边也有一些路人在看 可是都没有人上前一起帮忙 所以我们其实呢 帮忙完那个人以后 我们都互相有一点面面相去啊 就我跟丁先生 就是很苦笑这样子 我们就觉得说 哎现在的人真的变得比较冷漠 然后有敌意 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在疫情 这个真的是疫情消磨一年多之后啊 加州特别是加州 我想可能很明显吧 因为加上这个治安的关系 呃 抢劫案平传啊什么的 所以呢 就变成人和人之间呢 开始会比较担心受怕 所以这也是我们 呃 这次回加州的时候 比较深刻的一个体会啦 觉得好像加州人确实失去了原本的那一个热情了 那当然啊 我们自己现在生活在德州的感受 好像就没有明显感受到物价上涨非常多 那房价的话是很明显啦 房价的话涨了几乎快要快要将近双倍了 我说的那个是因为 我说双倍原因是因为 我们家买的那个房子啊 就是最近又有盖一些社区里 有一些其他的新建案 然后呢 这些新建案的房子啊 跟我们的房型大小也差不多 可是那个开价哦 几乎快要是双倍的价格 当然也许 也许这是可能价格还会再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他公告的那个价格的时候 心里也是 小小抖了一下 想说哇 现在房价涨得好夸张哦 那物价上面呢 是没有这么明显 像加州这么明显的感受 包含出去吃饭啊 或是超市买菜都还好 那治安的部分 目前我们住在达拉斯嘛 然后治安的部分 目前感觉都非常好 也都非常的热情 如果你的车子坏掉抛锚在路边啊 你大概十分钟内 就会有三四台车停下来 想要帮助你 可能换轮胎啊 或什么的 然后我最近去换机油啊 去修车子的时候 车行的老板也非常的好心 他都就是会问我说 哎这个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呢 你家住哪里啊 在附近的话 我送你回家 所以我在车上就在跟那个老板聊天 我就发现说 哇 就是人其实都还比较热情好一点 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治安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啦 那也不是要责怪加州人 而是说可能整个大环境治安不好 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比较冷漠 然后彼此之间就是会猜忌会有敌意这样子 那如果治安比较好的话呢 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之间是非常友善 很愿意去帮助人的 所以很希望就是 当然疫情慢慢可以恢复啊 然后也希望治安可以慢慢的恢复变比较好 然后呢 回到当时这个很热情的加州 我虽然离开加州一段时间了 可是呢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加州 特别是海边 我还记得我以前刚到美国 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是我大学二年级 我之前的节目也曾经讲过 说我在美国来美国打工嘛 那个时候 做一个那个暑期交换的一个 来美国打工旅游的这个签证 那当时我就是到了南加州的 六七魔术山的那个游乐园 所以对我来讲南加州 是我对美国的第一个印象 那后来也因为结婚 住在LA五年的时间 所以呢 我其实呢 一直对南加州有一种 好像就是我的家 就是我的家的感觉 也是我对美国最初期的那个印象 但是现在这次回去啊 就感觉到说 哇在这个可能整个疫情啊 和这一年多的这个大环境的摧残之下 就发现说哇整个那个感觉 真的是我不认识了 就是好像跟我原本 原本认识的那个加州 真的变得很不一样 所以其实心里是蛮难过的啦 然后也很希望说赶紧恢复 然后希望加州可以变回 以前那个我认识的那个 很热情啊 友善的加州 好咯 那我们第一个单元 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去一周的这个生活啊 然后呢 回加州的这个心得 那我们听个音乐哦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个单元 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哦 刚刚讲到这个涨价嘛 那其实是因为全美的这个通膨 也不应该讲全美 应该说是全球 当然在这个疫情之下 这个现在真的是全球通膨 那美国现在呢 就是尤为明显啦 因为毕竟劳动成本增加 货运成本增加 运输成本的需求增加 那加上呢 很多这个进出口 这个进口的原物料啊 或这个港口的延物啊 等等的种种因素 造成各类的商品 其实呢 都有不同程度需求上面的 这个成本的增加啦 那我们大家最常去的 其实在美国就是Costco嘛 大家都很多人人家庭 都有一张这个Costco会员卡 就去这个好市多购买 这些家用品啊 买这个比较大量一点的 单价就会比较便宜嘛 那像Costco呢 现在啊 培根肉哦 原本从2块75涨到4块74了 哎 听起来蛮可怕的 涨了2块钱 也就是说 真的是快要是双倍了 所以这个培根肉哦 为什么要讲培根肉 因为可能是美国家庭 比较常买的项目啦 所以我看到这个统计的话 它就是新闻上 就是以这个培根肉啊 或一些比较常出现的 这个Costco 常常买的食品来做比较 那另外像Costco 大家最常买的像厨房纸巾啊 诶 没有涨价 可是呢 变相的涨价 什么叫变相涨价 它的那个纸巾量减少了 你仔细去看一下 就是那个比如说几抽哦 卫生子不知道几抽嘛 几张 诶 数量好像变少了哦 或是那个卷哦 本来里面可能有12卷或什么 诶 怎么变10卷了 所以有大家买的时候 你可以稍后观察一下 你可能发现价格没变 可是诶 数量好像变了 或是说价格之间 真的就是调涨了 那食品当中呢 其实肉类的价格上涨 是最明显的 像是我们常常在Costco买到这个USDA Prime的这种纽约克牛排啦 原本去年才13块99 我们说14块好了 14块钱一磅 结果呢 今年变成19块美金一磅 也就是说那个涨幅高达35% 很多耶 就是原本14块变成19块了 其实真的涨了很多 那另外呢 像那个热食区啊 不是会买一些披萨啊 饮料等等的 那Costco很多人去都会买一个鸡肉卷啊 买一片披萨啊 买一个热狗来吃 那像吉拿棒 就是Churro嘛 Churros也很多人会买 它以前一根才一块美元 现在一根已经变成1.5美元了 对 所以它就是就涨价了 虽然涨幅那个多几cent哦 就是多个50cent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是其实呢 它确实哦 慢慢很多东西都在调涨了 那另外像烤鸡 Costco很多人去 就是要买它的烤鸡嘛 因为它的烤鸡一直以来 至始至终都保持一盒4块99 目前为止 还是一样4块99 它没有没有涨 可是因为Costco以前哦 他们就有说过 他们的烤鸡定价 本来就是一直都是亏损的 其实早就已经不止4块99了 他们是亏本在卖 那为什么要卖4块99 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营销方式 他们的促销方式 他们希望以烤鸡 吸引大家进去 那大家除了买烤鸡 一定也会买买其他的商品嘛 所以他们其实是用单一 牺牲单一商品来吸引顾客 这算是一种行销手法啦 所以烤鸡参考烤鸡不准 不过呢 大家如果要省钱呢 可以吃鸡肉 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就流行说 自从通膨以后呢 美国人现在不吃牛了 改吃鸡 为什么呢 因为牛肉涨很多啊 可是像Costco的烤鸡又没有涨价 所以呢 现在改吃鸡肉哦 另外呢 像日常用品消费里面啊 像什么柳醇汁啊 牛奶咖啡这种 比较是日常的这种食品 都是很明显的 就是感受到涨价 因为通常来说 这个我们超市也就是零售商啊 他们会提高成本嘛 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但是呢 目前大部分超市 他们呢都不希望说 忽然间涨价了 把客人吓跑 所以他们目前都会先大量的囤货 就是大量采购一些 可以保存比较久的 比如像是面粉啊 或像是一些干的东西哦 饼干啊 Cereal啊 这种的 他们会冷冻 冷冻的东西 就会大量先囤货 然后呢 再慢慢慢慢的 就是调整它的价格 不会忽然间的涨价 可是一旦像是美国的这种 平价超市 比如说Walmart Walmart 或者是一些比较那种 Kroger 我们在德国叫Kroger 这种比较平价的 一般性的超市哦 如果开始涨价的话 那其他一些地方超市啊 或一些中等的超市 也会开始跟进 对啊 所以大家哦 真的是如果看到有些东西 最近能囤货 就先囤囤货吧 要不然呢 可能之后都会慢慢慢慢 一直调涨的 那当然商品调涨最快的 就是从不太能保存的 这种生鲜商品 像鸡蛋啊 牛奶啊 还有刚刚讲到肉品啊 这些比较没有办法 长期保存的这种 生鲜商品 他们涨价一定是 从他们先开始的 那其他像刚刚讲到 厨房纸巾啊 或Cereal啊 这种饼干啊 可以放比较长 保存期限比较长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可能没有那么快调涨 因为毕竟超市会先囤货嘛 所以呢 大家心里可能有个数 然后呢 就是有些东西呢 如果你看到特价 可以赶快先买一买 因为接下来这半年啦 我看很多的这个报道啊 都是说整个走势哦 是还会持续在上涨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讲到省钱嘛 既然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个肉啊 然后食品啊 都开始涨价 那可是我们每天都还是得吃饭啊 所以现在呢 尤其这半年了 我发现真的是大家风种菜耶 还有养植物 我最近发现有台湾很多这个疫情 关在家里的朋友 都在种一些这种室内的植物 可是呢 我美国的朋友哦 我看到美国的朋友 他们放的照片 都是在菜园里面种菜 所以哦 大家最近都在封种菜 封种植物耶 那为什么封种菜呢 除了刚刚讲到 因为这个食物成本上涨 可能大家想说 好啦 那我来学种菜啦 反正现在关在家里嘛 然后呢 学学种菜 还可以省点菜钱呢 不过这还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啦 其实就是丁先生的妈妈 就是我婆婆 她非常爱种菜 其实我婆婆家的后院 也不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那个土地也不是非常大 可是我婆婆蛮厉害的 她就自己搭很多的这个棚子哦 就是那个木架 架成就这个 那个方格子这样 让那个菜藤呢 爬上去 所以她真的是种到 那个菜啊 都长得非常的茂盛 然后呢 还会自己在后面 做一些那种什么 环保酵素啊 堆肥等等的那种 那种施肥的原料 所以她种的那个水果 都很甜很大颗 然后哇 这种长得满满满的 那像我这次回去 就看见有什么南瓜啊 百香果啊 四季豆啊 火龙果啊 这种在超市买都很贵的 可是呢 我婆婆种的火龙果 哇哦 那个长好多哦 不是只有一两颗 长很多呢 我就觉得 欸 蛮厉害的 然后另外也看到 很多的朋友啊 都自己在家里种一些 像什么节瓜啊 小白菜等等的 然后 大家也都收获颇风的耶 我看很多人的那个瓜啊 都长得好大好大颗 所以我就发现 最近家人朋友 都开始流行起 自己种菜了 连我这个 我算是有点像黑手指啊 因为我种过很多植物 都不太成功 连这种多肉植物 都会种到死掉 所以呢 我其实自己蛮担心的 就我不是很会种菜 可是我看到大家种的 这么的这个丰收的成果 又将下园物料上涨 我就在想说 哦 我应该也要来自己学种菜 然后加上我现在的房子 后院非常的大片 有一大片非常大的土地 我是真的就是真心的想说 要开始学习自己种菜 所以我最近也在研究哦 该怎么新手入门 要该怎么种 然后大家也给了我一些意见哦 像是什么菜好种啊 等等的 那根据我自己最近的一些 小小的研究啦 就发现说 其实种菜最主要 就我们小学 自然课都学过的 这个阳光空气水 这三个元素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 有日晒嘛 然后通风 另外就是要有水 那也看到现在很多人呢 都用水羹 就是呢 直接泡在水里 好像就会长羹出来了 像是葱啊 蒜啊之类的 红萝卜啊 就可以剪下来吃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 就在研究说 我该怎么样 就是如果不买种子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 让我自己的植物发芽 那我就可以去种菜了 那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建议我种 像是蜗具啊 青江菜啊 小白菜之类的 听说这些菜呢 一年四季呢 都算是很好生长的 所以很适合新手 那另外这些菜 也是大家普遍 比较常会吃的 那我觉得也不错 如果种的量够多的话 搞不好真的 都不用出去超市买菜了 那另外像是地瓜叶 也是很多人 最近推荐我的 都是说 因为地瓜叶就 你要嘛就把地瓜 直接放到发芽 不然呢 就是把外面 这个超市买来的地瓜叶 那个叶子剪一剪 那个根泡在水里 长出白白的小芽 根芽以后 就把它拿去土里面种 然后它就会自己 长而长得一大片这样子 然后另外像是辣椒啊 这种也是常常煮菜 会用的调味 那听说因为辣椒也是很好种 另外像是九层塔 也就是罗勒 这个罗勒叶的话 好像也是常常看到很多超市门口 我就在卖这个小盆栽 不过说实话 我买过罗勒 还有薄荷 已经买过两三盆了 然后呢 买了还是三四盆了 反正买了几次 每一次都被我种到死掉 所以我就说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不是很会种菜 这点让我蛮担心的 但是看见别人家收成的成果 又很羡慕 也想省菜钱啦 好啦 我会努力研究一下 那最近我在研究一些那种 新手常犯错误 我就发现 可能我之前确实犯了一些 蛮新手的错误 比如说 第一个就是 浇水浇太多 好像就是有点爱子心切 想要每天都给他喝水 很怕他干掉 结果可能水真的浇太多了 然后另外呢 就是浇水的时间点 好像有点问题 因为其实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植物 它是要特别的正确时间 去浇水的 据说 早上和晚上浇水是OK的 可是呢 很多人呢 是大中午给植物浇水 那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呢 大中午给植物浇水 是很容易伤到菜苗的 因为中午呢 一般是植物型光合作用 比较强的时候 浇水呢 其实会影响到 这个植株 它的气孔的 这个疏导啊 影响光合作用的效率 所以呢 还有就中午啦 温度比较高 所以呢 浇水容易会让根部 遇到冷水以后 刺激会出现 炸 炸根的现象 然后对植物造成伤害 这样讲起来 我就觉得我之前 确实浇水浇的时间点 好像不太对 我好像老是 就是那种 太阳很大的时候 去觉得它很热 就把它浇水 所以这可能也是 因为我以前 植物活不了的原因 那另外呢 很多人如果是用种子 种的话呢 就会想说 啊 既然种子这么多 不要浪费 就把它种得太密了 就一个盆子里面 种了一堆的种子 结果种子 彼此之间 那个生长空间不足 就太 太挤了 所以呢 就长不好 还有另外有一些人 比较好笑是 可能施肥过多 这个我倒没有 因为我没有特别 去帮植物施肥 那有些人会去帮植物施肥 可能可能施肥过度 甚至把什么 洗米水啊 茶叶渣啊 什么全部都拿去施肥啊 结果呢 还有蛋壳啦 听说呢 有些人呢 施肥过度 反而引来很多小虫子哦 所以呢 这个施肥的原料 也不是乱用的 而且也不是施一大堆 就是其实 好像就是薄薄的 薄肥就可以了 然后可能就两周 施一次这样子 所以我最近真的是 也开始研究一下 该怎么种菜 然后发现说 哇 种菜真的是一门大学问耶 要丰收 要种得好 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这也是我给我自己 未来这个一年的期许 我希望未来一年里面 我可以开始 打理我家后院那一片土 我可以好好种菜 然后呢 希望 当然希望 可以有一些好的丰收 然后也帮我省一些菜钱啦 好啦 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听的音乐马上回来 我可以开始 欢迎大家来到第三个单元幸福调味馆 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讲 一样是要讲自己动手做东西 要做好吃的食物 刚刚我们讲到的是自己种菜 那既然菜都自己种了 那这个面包当然也可以自己做啦 因为我最近有得到了一台面包机 所以最近也蛮热衷在研究 关于这个面包机的功能 还有面包机除了做面包以外 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啦 那另外也是因为就是说 发现说我的先生就丁先生 他好像有点过敏哦 gluten过敏 那gluten呢是麦福 就是有小麦制品的东西 会有麦福有gluten这东西 那其实美国也蛮多人有gluten过敏 所以在美国超市常常会买到那种 gluten free的这个食物 那蛮常见的 或是gluten free的这个面粉啊 还有一些原物料其实都有卖 所以像我现在有买菜 就是会特别注意有些调味料 他的后面的包装 可能要看一下他的这个ingredient 里面可能就是有写到 小麦淀粉的这个调味 哦那这个我就不能买 所以像现在买一些酱油啊之类的 我有酱油酱油膏 我都有特别挑选 就是没有小麦的 那就是要特别买这个gluten free的 可是如果买这种麦福 无麦福的这个gluten free的产品 通常价位都会比较高 那另外当然美国比较方便 是都可以买到这个gluten free的面包啦 gluten free的这个蛋糕啊等等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甜点 如果你想吃 你是必须要自己做的 因为外面毕竟不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买得到gluten free的 那再来呢也是想说 其实除了因为gluten free的关系 可能呢因为为了要吃gluten free的东西呢 自己做确实也比较省钱一点点 所以我最近呢就在用这个面包机 在研究该怎么用面包机做面包 做面条 然后做这个gluten free的一些这个面点 好啦那既然再讲到这个面包机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心得好了 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在用这个 aroma的面包机在制作嘛 然后呢制作过程发现说 其实面包机不只做面包 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像是我看很多人会拿来做面条 但其实所谓做面条 不是说它会直接帮你做出一条一条的面 而是它会帮你发酵好那个面团 或打那个面团 然后你自己再把那个面团拿出来 擀扁啊 然后切块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人有压面机 就是那个铁 一个小铁机 然后可以嚼嚼嚼嚼嚼嚼 然后它就会变扁的 然后变一条一条面 那刚好henna自己的家里也有这种机器哦 压面机 可是呢 那个面团必须要自己先打好 所以我就发现说 哎我有面包机 又有这个压面机 就可以搭配一起制作 感觉还不错 可以做一些自制的面条出来 那当然面包就不用说啦 面包就是原本面包机该有的功能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种类 杂粮啊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面包馒头 那面包机也可以 它可以自己帮你烤好 你可能晚上把材料全部都丢进去以后 你设定就是 你想要几个小时后开始制作 那它可能半夜睡觉的时候 它就会自己制作 还烤好 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就有一条好吃的面包了 那另外我发现哦 面包机通常还可以做一个 就是果酱 如果你有自己煮过果酱 你就觉得煮果酱很简单 你只要把水果弄成水果泥 加上糖 然后一点点柠檬汁 就可以做果酱了 可是呢果酱最麻烦的是 你不能够离开火 你要顾火 就是你要拿一根铲子 在锅子旁边不停的一边搅拌一边煮 一边搅拌一边煮 要不然果酱会烧焦 所以呢最累的是要在锅子旁边搅拌 那有时候如果做一些某些果酱 比如我之前有做这个凤梨酥里面的那个凤梨馅 也就是凤梨果酱 结果呢凤梨果酱煮到粘稠的时候 它会喷 它会喷出来的 意思就是你一边煮它滚的时候 会啵啵啵啵会往外弹的 然后呢很辛苦啊 你要戴手套 然后拿铲子脚 它有时候喷出来 打在这个手臂上是会烫到的 所以我觉得煮果酱 有时候最辛苦的是 它会弹出来 会飞出来 煮滚的时候果酱飞弹出来 会打到自己的皮肤会烫伤 所以这是最困扰的 那后来就发现说 哎面包机的好处就是 那个果酱倒进去 然后煮的时候就发现 哎因为盖子是盖着的 然后里面的它有一个搅拌棒 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所以呢在一个小时 它煮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过程里面 完全不用担心要去顾火 站在那边搅酸 或者是呢这个果酱煮滚以后 飞弹出来打到人 我就觉得哎做果酱很开心 那加上家里有时候会有一些 买的水果比较容易可能溢坏的 像我之前买那个啊草莓 结果呢买回来来不及吃 就发现有一些草莓哦 快烂掉了 因为草莓比较难放长久嘛 所以我就赶紧把这些草莓 洗一洗切一切 丢到这个面包机里面 加上糖和柠檬汁 然后按下那个做果酱的那种按键 然后它就开始煮了 煮了一个小时 结果好吃的草莓果酱就做好了 那我上上个单位有讲说 我从加州回来拿了一大堆的 我婆婆自己种的百香果嘛 那现在超级香的 我正在等它们就是放到这个表皮 皱皱一点哦 听说要放到那个百香果的表皮皱皱的 那才会更香 所以我还在等 可能在等两天就可以切开来 把果肉都挖出来 然后呢就可以用那个面包机 做成果酱 这样子保存比较久 而且呢要吃的时候 就可以挖一瓢出来 当比如泡水果茶也很棒 或者是呢拿来涂在一些甜点上面吃 然后另外呢要推坑大家 就是说我觉得面包机 算是一个蛮值得拥有的小家店啦 因为我就有发现说 很多人呢拿面包机来做各式各样的 像有人炒肉松 就是把那个肉丝丢进去 然后调味料倒进去 然后一样是开猪果酱的功能 它就会一直搅一直搅 然后最后就变成自制肉松了 然后也有看到有些人做生面团 拿出来以后自己做成什么葱花面包啊 披萨啊 披萨饼皮啊等等的 甚至还看过有人是做这种 比如说要做那个红豆泥啊 芋泥 就是先把这些东西真的很熟很烂以后 丢进去 然后呢让它一边搅打 然后呢又加上这个 有点加热的功能 所以它在它搅打就可以把它煮得很绵密 那我还看到有人竟然拿来做油饭的 做麻糬的麻糬啊 做麻糬的 就是好像可以做蛮多功能 只要是需要一直搅拌 要加热 然后同时要需要一直搅拌的这个功能 都可以用面包机完成 或者是搅面团 最直接的就是搅面团 那当然像我刚刚讲的 想要做gluten free的 那就很方便啦 就可以自己做了 说到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又推坑大家也就是去买面包机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最近就是在玩面包机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啦 好啦那我们这个单元先分享到这边 等一下呢下一个单元回来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我是怎么用面包机自己做育圆的 当然你没有面包机也没关系啦 就手搓就可以了啦 但是如果有面包机会比较神力 因为就是机器帮你嚼嚼嚼嚼嚼嘛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马上回来 等一下教大家如何自制台湾很好吃的九份育圆喔 我们先休息一下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 刚刚答应大家 教大家做这个自制的九份预言 我自己因为可能疫情的缘故 也是已经两年多没有回去台湾了 当然我很想念的其中一个台湾的食物 就是九份预言 我每一次回台湾 我都一定要去九份老街走一趟 除了吃预言以外呢 当然也有很多老街的美食啦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九份那边老街的整个感觉 那种三成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每次回台湾一定都会去九份 那我就很想念预言啊 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自己做啦 自己做的话其实不是很难 你只需要去买新鲜的芋头 还有新鲜地瓜回来就可以了 另外呢 除了这个地瓜还有就是这个番薯 还有芋头以外呢 另外呢唯一需要的材料就是地瓜粉跟木薯粉 或是叫磷粉 那磷粉跟木薯粉呢 它的英文叫Tapioca Tapioca starched 那另外地瓜粉的话就是Sweet potato powder嘛 可是呢地瓜粉呢 现在很多的地瓜粉都不是纯地瓜粉了 因为现在名字有点乱 就是关于这个各种粉类 其实呢如果你到超市哦 看到它写Sweet potato 地瓜粉 如果你把它翻到后面那个成分表去看 你会发现哦 那个成分表里面有时候写的是Tapioca 所以还是木薯粉 所以变成说其实不是纯地瓜粉 那另外呢Tapioca是什么呢 Tapioca这个木薯粉呢 其实是做这个珍珠奶茶的这个Boba 就是里面这个珍珠的原料 那你可想而知啊 因为Boba的关系 它那个口感是更Q弹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全Tapioca 就是完全用木薯粉去制作这个芋圆 也可以 它就会变得很Q弹 而且呢冰过以后比较不容易硬掉 或者是碰到一些冰糖水 比如我们有时候会加在一些像刹冰啊 加在冰上面一起吃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硬掉 所以我们也可以全部用Tapioca来制作 可是传统的方式呢 是地瓜粉哦 混这个木薯粉 就是Sweet Potato跟Tapioca是混在一起做的 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两个不同的食谱 一个是芋圆的 一个是地瓜圆的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其实是大同小异 可是粉的比例哦 稍稍有一点点不同 原因是因为呢 地瓜的水分比较多 芋头的水分比较少 所以然后芋头又没有那么甜 地瓜本身就比较甜 所以糖还有粉的比例会稍稍有点不一样 会有点调整 好了那这个做法呢 大家其实可以直接就是用手搓揉啊 就可以了 电锅针手 用手去搓这个面团 那如果你闲得觉得费力啊 你可以跟我一样把所有原料丢到这个面包机里面 按搅打功能 让它去帮你搅成面团就可以了 好啦那我先讲一下这个关于芋圆还有地瓜圆的配方好了 我们先来讲芋圆 芋头的部分呢 建议大家可以买那种小芋头 就是呢 如果你去超市买 你会发现有一种是大大颗的芋头 另外有一种呢 是比较小 然后上面很多毛的 我自己觉得比较小颗的芋头 上面很多毛那种芋头 煮起来 吃起来是比较Q的 当然如果你喜欢松软一点的口感 你也可以买大芋头啦 那小芋头的话比较麻烦是要削皮喔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把它蒸熟 连着外皮喔 一起去蒸熟 蒸熟以后呢 直接扒 他们觉得这样扒掉那个皮速度比较快 那有一些人是先削 把皮都削好以后才去蒸熟的 好了那这个芋头呢 要准备500克 蒸熟的芋头500克呢 要麻烦大家就是把它削皮 蒸熟切小块 然后放到电锅去蒸熟 那蒸熟呢 你就拿一根筷子去搓搓看那个芋头 如果可以串很轻松的刺穿的那个芋头的话 那代表你的芋头已经蒸熟了 已经可以松软了 那这个芋头蒸熟以后呢 称重称500克 那我们接着就加70克的砂糖 还有就是140克的地瓜粉 还有70克的塔皮尔卡 就是这个木薯粉或是磷粉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买到纯地瓜粉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换算成210克的这个木薯粉 就是塔皮尔卡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就是全部搅打均匀 那这芋头当然呢 要把它打成泥啦 就是说用那个面包机的好处 就是面包机会直接帮你一直打打打打打 搅到后来这些蒸熟的芋头 很容易就变成芋头泥了 可是呢如果用手的话 你可能要先把这些芋头 蒸熟芋头倒成泥 然后再加糖跟这个粉去搅拌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瓜园 地瓜园呢就是把这个芋头改成是地瓜 地瓜的部分 我推荐大家可以买黄肉的地瓜 美国比较常见的就是买到那种红肉的地瓜 那种地瓜水分太多 就吃起来有点水水的 如果呢可以买到黄肉地瓜的话 是会比较松软的 那通常黄肉地瓜都要去亚洲超市 才买得到咯 那买到黄肉的这种地瓜呢 你蒸熟一样哦 蒸熟以后切块 削皮切块蒸熟 蒸熟了以后拿筷子去搓 如果可以轻易的刺穿 那这个地瓜就 就蒸熟就好了 你先把地瓜泥哦 用这个叉子啊 或者是打蛋器稍微压一下 把它压成地瓜泥 500克的地瓜泥 跟芋头量一样500克 不过糖的比例比较少 刚刚芋头是加70克的糖 那现在地瓜园的糖呢 加20克就好了 因为呢地瓜本身就有甜味了 我们不希望就是过甜 那加上地瓜它的水分也比较多 那我们加糖加多了 也会太过水了 就是整个那个地瓜泥 就整个就是软腾子 一腾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加20克的糖就好了 接着呢粉的部分呢 就是加120克的地瓜粉 和60克的塔皮尔卡木薯粉 那它的比例呢 会稍稍比芋头的粉再少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糖也比较少了 所以整个面团没有这么的稀 那我们呢就总共加180克的粉进去就可以了 那大家呢如果要用木薯粉来代替的话 可以完全用180克的这个木薯粉来替代掉地瓜粉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比例都告诉大家了 做法很简单 压成泥的这个芋头和地瓜 加上糖跟粉 拌在一起变成这个一个面团 然后呢就把它搓成一条一条长长的 接着就拿个小刀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小小块小小块一颗一颗 那有些人会搓圆搓成圆形 其实也不用 你就把它切成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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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呢放到滚水里面煮就可以了 那记得要等水滚了以后 大滚就冒大泡泡以后 再把这些芋圆丢进去煮 煮好以后呢捞起来 捞起来呢你也不需要泡冰水啦 什么都不用 捞起来了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马上加一大匙的这个砂糖 砂糖或黑糖 黑糖比较香 你可以挖一大匙的黑糖 加到刚煮熟的地瓜园一捞起来 马上加黑糖去拌一拌 第一个你的这些芋圆 它们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因为煮起来以后放凉 它们会粘成一坨 那如果你加了这个黑糖拌一拌 它就不会粘在一起 那同时呢这一些地瓜园在凉的过程里面 它又会吸一些这个黑糖的这个甜味 所以呢本身芋圆吃起来就是带有甜味的 才不会说我们放到糖水里 结果芋圆是没味道了 然后呢糖水很甜 变成那个口感上是有一点脱节的 有点分离的 那如果我们可以先把这些芋圆一煮熟 就拌上一些这个黑糖 或一些糖去拌一拌的话 这个芋圆可以吸收这个糖 那它比较冷却以后 吃起来呢也是会有甜味 所以跟糖水搭在一起 那味道呢是融合的比较好的 口感比较一致的 好了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那当然如果有些人你做很大量 然后吃不掉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芋圆哦 撒一些那个刚刚的Tapioca的粉 撒一些粉让它不要沾黏 这个深的芋圆 直接有装成一包一包的这个 小夹链袋装成一包一包 分包装放到冷冻里面去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就拿一包出来 不用解冻 直接水滚以后冷冻的 整坨这个芋圆就直接放进去煮 然后你也先不要 不用去担心把它分开来 它煮滚了以后自然而来 不小心黏在一起的一些冷冻的芋圆 自己就会分散开来了 对所以其实芋圆 深芋圆做好以后 可以冷冻保存 把它分成一份一份的冷冻保存 要吃的时候呢 只要煮滚水 然后把这个冷冻拿出来的这个芋圆 像下汤圆一样的概念 去煮就可以吃到这个现煮的这个芋圆 那冷冻过后的这个生芋圆口感也不会太差 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的这个九分芋圆的这个配方 如果你们希望可以看一些影音动态的食谱 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YouTube上面搜寻幸福餐桌 Blizzful Dining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打幸福餐桌 Instagram上面也找得到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动态影音的食谱咯 好啦那节目到了尾声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留言 然后或者是给我们一些评价 这样就会鼓励这个节目继续的创作下去 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愿上帝的喜乐充满你的心 拜拜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咯